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上节课呢我们看了一下创建表的时候有一些可选的比如说属性还有所以这都是创建表的时候的重点合理使用属性合理设置所以这都是优化表的一种手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创建表的时候看创建表的语句我们还需要指定表类型和表的字符集这两部分 以及创建完表之后不可理我们在运行过程中如何修改表 这三部分这是咱们这几课的内容 看一下数据表的类型及存储位置 其实呢和大多数数据库不同 比如买CQ和大多数数据库不同不同在哪买CQ有一个叫做存储引擎的概念 存储引擎 存储引擎 有这个概念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啊 因为他针对不同的存储需要可以选择最优的存储引擎 这是买CQ的特点 别的数据库是不具备的 但是有这个特点呢给咱们创建表呢也稍稍带了一点麻烦 但是是比较优化的买CQ可以针对啊不同的存储引擎的需求 可以选择最优的存储引擎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里边将详细的介绍用哪个存储引擎 然后咱们使用的时候该选择哪个存储引擎 所以呢买CQ存储引擎的属于插件式的 所以这种插件式的存储引擎呢 是买CQ数据库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你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选择如何存储 和这个索引数据是否使用事物等等 买CQ呢默认支持多种存储引擎 那以适用于不同的啊或者说不同领域的啊 数据库的应用的需要 你可以呢通过选择使用不同的存储引擎呢 提高应用的效率提供灵活的存储 甚至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制和使用自己的存储引擎 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可制定性 自从买CQ5以上就开始支持这种存储引擎 那支持的存储引擎呢有很多 通常呢我们把这种啊支持的存储引擎呢 也叫做啊数据表类型 数据表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买CQ现在默认的存储引擎是什么 买CQ-U-ROOT-P123456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买CQ支持多少啊 数据那个引擎使用瘦 加上引擎那个词 ENGINES 看一下 你看一下12个 这里边 我们可以详细看一下 你看缺省的也就默认的 现在是MyISAM 这种这种 一共支持这么多种存储引擎 也是也 也就是说支持这么多种表的类型 那在创建一个新的 MySQL数据表的时候呢 就可以为他设计一个类型 如果在创建表的时候 咱们默认如果不设置 他就会用这种默认的表类型 MyISAM这种缺成的吗 这种表类型 看一下 那这么多表类型 我们看默认的表类型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啊 比如看下配证文件里边 因为默认的是配证文件指定的 看配证文件里边 V-R-I-A-B-L-E-S 比如like 我们看一下表类型 T-A-B-L-E 表的T-I-P 我们搜一下表类型 你看一下 你看默认的表类型是这个 和上面看 我们用这个 因为他俩是一回事吗 看一下这个存储引擎 默认的缺成的也是第一个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查得到 缺成的表类型 那这么多表类型 12个表类型 如果你一一的学 我相信你学完之后也会忘记了 他们各自的优缺点了 那我们就学我们可以用到的表类型 这里边这么多表类型 其中重要的有 My I-S-A-M 和 I-N I-N-O-D-B I-N-O-D-B 这两个都表类型了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这样的话 12个 你看一下 我们只学 12个中的 他和他 两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减少了学习量 为什么其他的不学 你学也没用 因为我们在做成员的时候 用的最多就是这两个 其他基本用不上 那我们就看这两个表类型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在创建一个数据表的时候 没有指定表类型 那MySQL服务器呢 就会根据他的具体配置情况 在 这个 和这个 MyI-S-A-M 和I-N-O-D-B 两个表类型之间选择 那默认的表类型 由MySQL配置文件里的 表类型 那个来决定 我们刚才已经查到了 表类型 默认是这个 学习的表类型 你看 由于呢 MySQL配置文件里 这个指定是默认的 那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 不用默认的怎么办 那在创建表的时候 创建表的时候 后边我们可以通过 类型 指定哪个表类型 比如指定 inodb类型 或者是创建表的时候 使用什么 这个引擎这个词 就是engine 只用inodb类型 这他就不是用默认的 myisam 这种表类型 或者叫 这个表类型是默认的 你看 我们就可以用这两种办法 这两个词呢 相当于同一词 或者是别名的意思 你可以这么看 来决定 创建表的时候 使用哪种表类型 那他说了 为什么要抉择 这两种表类型 咱们说过了 这两这两种存储型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知道该选择哪一种了 必须得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 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 注意的 注意什么 在一个mysecure库中 库中可以指定 嗯 不同的 表类型 不是给库指定的表类型 这里边 你看啊 创建表时为每个表指定一个表类型 那么多个表有不同类型 可以在同一个库中 是这个意思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也就是同一库中可以有多种不同表类型的表存在 那咱说了 这12种咱们取这两种 那这两种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默认这种isam这种表类型 这种表类型的特点 也是默认的 如果你不指定 就选用这种默认表类型 因为配置文件中默认 咱们也看到了 默认指定的就是这个 那看一下 myisam这种数据表类型的特点是成熟稳定 易于管理 他使用一种表格锁定的精致 这个表格锁定的机制 用来优化多个并发的读解操作 其代价是你需要经常创建完表之后 你经常需要使用这个命令 比如说tabre 使用这命令来恢复更新机制所浪费的空间 也就是这种表类型在我们经常常改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碎片 用下边这个命令 那后边加个表明 就会把碎片整理 所以说用来恢复被更新机制所浪费的空间 其实呢这个myisam这种表类型的还有一些有用的扩展 比如说用来修复数据库 浪费的空间 还有他强调了快速读取操作 主要他强强调了快速读取操作 强调可以快速读取操作 这是这种表类型 而且他比较成熟了 也容易管理了 这可能就是mysecure受到外部开发如此青睐的原因 因为他这种表类型读取速度比较快 那在外部开发中 你就当用peerp做动态网站的时候 你所进行的大量的数据操作 都是读取操作 所以大多数虚拟主机的提供商和internet的平台商 那只允许数据库使用这种格式 那当然了 这种myisab这种表类型 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表类型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些功能不支持 也有缺点 也有 也有缺点 怎么有一些功能不支持 当然 如果你想象一下 如果他所有的都是优点没有缺点 那么还为什么还有其他的表类型啊 所以每一种表类型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用的时候去选择这种表类型的优点去使用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会咱们再对比一下他们什么功能支持 什么功能不支持 我选择使用哪种表类型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 这个表类型支不支持这个功能 如果两个表类型都支持相同的功能 我选择上面这种表类型就可以了 那上面表类型不支持的 那下边有可能他支持 那么看一下 innoDB这种表类型 我们可以把innoDB这种表类型看作是myisam 也就是下面这表类型看作是上面这种表类型的一种 更新换代的产品 innoDB呢 给mysq提供了 具有比如说 呃 事物处理的提交回滚 崩 还有什么崩溃 恢复能力的这些事物安全的存储引擎 那innoDB呢 也支持外建的机制 为什么咱们前面讲 呃 索引的时候我们一讲外建的 因为你大部分默认都是这种表类型 他不支持外建 所以呢 你也做不了 所以咱们在创建一般的 你在看那些开源的项目也好 或者看什么产品的 很少现在使用外建了 那在设计产品中呢 你可以自由的将innoDB这种类型的表 与其他mysq的表的类型的混合起来 甚至在同一个产品中也可以混合的使用 当然了innoDB表呢 也有缺点 否则用户肯定只使用它 而不去使用myisam那种数据表类型 比如说innoDB的这种表 呃表类型的空间占用量 要比myisam数据表要大得多 所以他呢 支持 一些谁啊 myisam所不支持的功能 但他也有缺点 缺点什么呢 咱们看到 他什么 占用 空间 大 当然了读写操作速度 怎么的 也没有myisam这种油块 另外的这种表类型的也不支持像咱们前面说的全文索引等内容 那这两个咱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如何选择呢 咱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他们的什么我是按支不支持什么功能来选择的 那咱就对比一下他什么功能支持什么功能不支持这两种表类型 myisam这种数据表和innoDB这种数据表呢可以同时存在同一个数据库里边 这前面刚已经说过了在一个数据库里边可以有不同表类型的表同时存在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每一个数据表的内容数据和具体的用途将他们选择 嗯最佳的一个数据表类型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比如说 哦 我这先写上 比如说myiisam这些innoDB 然后嗯功能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这是一个表格 我们对比一下 比如说事物处理功能 那我都说什么是事物处理啊 咱们后边会大家详细介绍 比如说将mysqi的时候和pdo的时候咱们都会介绍事物处理 所以呢单纯的像后边可以在peerp中直接用的 我就不在这mysql部分讲了 讲到呃peerpmysql模块的时候再详细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事物处理这功能 假如说我想用处理事物理 他就不支持 那这个呢innoDB表类型呢就支持 所以我要想做事物处理功能 那我只有选择这种表类型 那看一下 呃数据行锁定 数据行锁定的功能 他呢不支持 这个呢innoDB呢支持 然后比如说外界 呃外界约束 这功能 那么这个 呃呃支持 这个是不支持的 这个是支持的 那我看一下表空间 表空间占用的大小占用 他呢是相对小 占用的表空间比较小 那他呢当然就是相对大 最大二倍 所以他占用的空间相当于innoDB类型相当于mysam的二倍 然后全文索引 看一下全文索引 这个 他是支持的 而innoDB则不支持 现在就能看上他优缺点了 看一下 针对这几条 当然还有很多了 我就不对比了 你有这几点就差不多了 那你看一下 假如说我想用外界的功能 那我只能用innoDB 我想用事物处理的也得用innoDB 我想数据上锁定 我也得用innoDB 如果想省空间 我用mysam对吧 用全文索引 得用这个表类型 所以要衡量这两个 呃存储引擎 使用哪种 总之就这两个之间抉择就可以了 不用说 呃这十二个你都得去使用 如果希望以最节约空间和时间 或者享用速度快的方式来管理表 那myisam数据表呢 就应该是首选 如果应用程序呢 需要用到事物 使用外界 或者需要更高的安全性 那以及呢 需要允许很多用户同时修改某个数据表里的数据 那则innoDB的数据表呢 就更值得考虑了 那当我们在创建一个新的数据表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添加 或者是你改配置文件 把默认的改掉 当然了那比较麻烦 所以咱们数据表里边这种存存有形的类型 咱是不用改的 你创建表的时候就可以改变这种呃存存引擎了 那么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新创建一个数据库吧 创建 DTBSE 创建一个数据库 比如叫做啊 细说PRP demo 演示的库 我进入这个细说PRP demo 这个库 你看一下CREAT有创建表 比如说T1 随便写一个IDINT 我直接就给表类型了 你看我用 假如说用引擎的方式 ENGINE等于 innoDB 但大家写说没关系了 你看可以全程程 那我再创建一下 CREATE TBRE T2的表 IDINT 是一样的 我就可以使用类型的 也是称为表类型吗 比如说指定 默认就是这个 My I S AM 当然你不指定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再创建一个表 TAD LE T3 ID INT 默认的 我什么也不指定 看一下 那怎么能看到我使用了这种表类型呢 你看一下 这块 咱们这块叫做这个标题叫什么 数据表类型及存储位置 那我们都知道 创建库之后就会在我们 MySQL加目录的数据库目录下 但是数据库目录你可以因应指定的 你看 Data目录下 有一个咱们细说P2P Demo这个库 你看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存储位置 MySQL数据库呢 以记录形式记录在表中 而表呢 则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一个磁盘目录中 那这个目录呢 咱们就是打开这个目录 存储表的目录 而MySQL呢 每种表呢 在该目录下有不同的文件存储格式 但是有共同特点 每个表至少有一个存放文件结构的 有点FRM的文件 你看 T有FRM文件 T2有T3有 看到这个了吗 有对几种 每个都有共同的点FRM存储表结构的 那么对于 MyISAM这种表类型 它会有三个文件 分别是以后这名点FRM的 表类型 为后缀的一个文件 这是专门定义结构的吗 以点MYD 这个为后缀名的数据文件 专门存储数据的 以点MYI 为后缀名的 所专门保存 索引的文件 当然索引也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对象嘛 所以呢 创建一个表就会有三个文件 存储表结构的 存储表中记录内容的 存储索引的 这是T2表 那大家看T3表 也是有这三个文件 存结构 存内容 存索引 你看一下 都在同一下一个 目录下 而innoDB的 你看咱们创建T1表的时候 指定的这个引擎是innoDB这种类型 innoDB呢 由于采用表空间的概念来管理这个数据表 所以呢 他只在数据 他只有一个 数据表对应的一个点FRM为后缀名的一个文件 这个 所以呢 在这同一个文件下 就可以表示 刚才能说的存空间存储引都在这一个里边 所以他速度会比较慢 占空间会比较大 那我们看一下 T1 就这一个文件 看一下 如果我们存数据就能看到他的空间 占有多大了 好 这就是我们表类型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学习 如果你按照其他的方法去学习呢 你会把 你有可能 就把这12种你都去看一下 然后最终呢 你在真正工作中呢 才用到这两种 所以没有必要把这12个都看一遍 你只要把这两种的优区优点和缺点弄明白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也知道在创建表时怎么指定表类型了 你看一下 下一个 买CQ的默认字符集 从本上来说 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代码 因此呢 不论是计算机程序 还是处理的数据 最终都必须转弯成二进制码 计算机才认识 那为了使计算机 不仅能做科学运算 也能处理文字信息 所以呢 人们就想出了 给每个文字符号编码 以便于计算机认识 或者是识别处理的方法 那这就是计算机的字符集的由来 那我们这里边呢 先前面介绍一下 字符集 解决买CQ中的字符集的使用 那简单来说呢 字符集呢 就是一套文字符号 以及编码 还有比较规则的一个集合 其实呢 在20世纪60年代初呢 那美国标准组织 也就NSI 发布了第一个计算机的字符集 也就是阿兹克马 这大家都清楚阿兹克马 那后来呢 被转变成了国际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ISO646这种标准 那这个字符集呢 采用的是奇卫标码 奇卫的编码 那包括了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阿拉伯数字 还有标点符号 以及33空字符等等 虽然呢 看起来这个美式的字符集呢 很简单 包括的符号也很少 但是呢 今天他仍然是计算机 咱们说计算机里 电丁基础性的一个标准 那其后呢 制定的各种字符集呢 基本都是兼入阿兹克马的 比如现在你不管什么字符集 都是兼入阿兹克马的 那自动阿兹克马之后呢 为了处理不同的文字 那各大计算机公司呢 各国政府呢 标准化组织等 先后就发明了几百种字符集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ISO8859-1系列 还有GB23 GB2312 还有GBK 大五码等等 那这些五花八门的字符集呢 从收收录的字符到编码规则呢 各有不同 那给集团机的软件开发和移植性呢 就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个软件呢 要在使用不同文字的国家或者地区发布 那就必须进行本地化的开发 那基于这个原因呢 统一一个字的编码 统一一个汉字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字符的编码 那就成了现在集团机业迫切需要的一些普遍的共识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数据库里边和我们成语里边 能使用的一些汉字字符集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 GB231280 那后边80的是个年代 GB是国标的缩写 就国标2312嘛 80 因为咱们现在做的在中国 当然做的都是针对中国汉字的一个编码 这个呢 80呢 发布比较早了 是1980年发布的 80年81年的时候发布吧 形成的是双字节编码字符集 收录了大概有 6700多个常用的汉字吧 还有一些非汉字的一些图形的符号 还有个600多个 然后呢 还有又出现 这比较早了 所以又出现了一个 比如说国标 13000 全程呢 是信息技术通用的 多8位编码字符集的 这个东西 这个呢 是93年发布的 那离现在呢 要稍稍近一点 他呢 共大概收了27400多个字 以及一些偏旁部首等等 但是这个推出后呢 几乎没有得到业界的支持 也就成了一个形上的一个标准 所以现在你用字符集 用GB13000的 这个呢 很少 那后来有个GBK GB是国标的意思 K呢 就是扩展 全程的就是汉字内码扩展规范 这个呢 发布的是95年发布的 汉字字符集 1995年 那这个GBK呢 是在GB2312 这个内码系统的基础上 进行的扩充 那收入了GB13000.1 之后的一些统一的一些汉字 包括GB232 全部的6000多个汉字 此外呢 他又增 补编码 补了50 好像50多个汉字 在这里边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国标GB2312 扩展 现在用的比较多 那还有 比如说 GB 18030 这个 这个全程呢 应该是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 用汉字的编码字符集 基本级的扩充 他发布的是2000年 那离前那就更早了 发布的是2000年 那他收入的汉字呢 就更多了 他呢 也跟GB 他向上呢 也跟GB13000兼容 也跟GBK 相当于是GBK的一个超级 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呢 是几种汉字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几种汉字的特点 我们再归纳一下 比如说阿兹克马 阿兹克马呢 咱们说是最早的了 那最早的 电机性的一个字符机 那他用七个字节来存储的 那ISO8859-1呢 这是咱们数据库经常默认字符机 也是英文 欧洲字符机那种 也称了蓝金一这种 它是拔位的编码 就是西欧字符机 经常呢 被一些成员用来转码用 像那个阿兹克马都说了 所有字符机都支持阿兹克马的 阿兹克马 ACSAA 然后还有ISO-8859-1 这个呢 也称为蓝亭一字符机 这是西欧字符机 经常被一些成员呢 用来转码用 阿兹克马当然是最早的了 那GB232呢 它是呃 是双字节字符机 也是一个定长的 当然他说是早期的标准了 这个呢 也不推荐你使用了 早期的标准 不推荐使用了 比较早了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当说了 GB230呢 也是一个呃 不太被认可的东西 所以呢 它也不推荐使用 那不光在城里不推荐使用 在数据库里边 当然就更不推荐使用了 然后看一下啊 GBK呢 它也是双字节字符 虽然呢 不是呃 国标 它是国标的扩展 但是支持的系统还不少 所以这可以用 但是不太推荐 那GB呃 18030呢 是呃 它存储的空间是占两个字节 或四个字节 比上面的上面这几个都双字节的 它这样的有可能是两个字节 和一个四个字节 开始有一些支持 但数据库支持的呢 还少见 数据库支持这种数据库的支持的还比较少见 那这里都没有推荐的 那我们推荐什么呢 UTF 那UTF呢 有这么几个 UTF 比如说-32 UTF 比如说-2 UTF-16 还有UTF-8 这么多字节 你呢 哦 UTF32呢 这是四个字节字节字节 那目前呢 很少采用 太长了 那-2这个呢 是两个字节字节 那Windows2000内部使用的 就是这个字节 USC-2 不是UTF-2 这个 然后UTF-16呢 是两个字节 或者四个字节的编码 像Java 和WindowsXP NT 等内部使用的 都是这种UTF-16 这种字符机 那UTF-8呢 是一个字节 到四个字节的编码 一个到四个字节的一个编码 它呢 是互联网和UNIX 还有Linux 广泛支持的UNICAL的字符机 买Circure的服务器 也是使用UTF-8的 所以这个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强烈推荐 那推荐的理由 咱们就对比一下 你看 对于数据库来说 字符集就更加重要了 因为数据库存储的数据 大部分都是各种汉字 比如咱们做中文的网站 大部分都是汉字 那字符集呢 对数据库的存储 处理性能 以及日后的 系统的移植 推广的都会有影响 所以买CQ5以上呢 就是目前现在咱们用 都是买CQ5以上的版本呢 支持几十种字符机 那UTF-8呢 是买CQ5支持唯一的 一个UNICAL的字符机 但是呢 买CQ5的版本 比如三呢 还有不支持四个字节的扩展的部分 那么这么多字符机 我们该选择哪个 你看一下啊 虽然没有一定的规则 说你必须用哪个 其实上面能用的字符集 你都可以用 没有必须用哪个 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的需求 结合咱们前面介绍的这些字符集的特点来权衡 我们应该考虑走 使用哪个呢 比如第一点 你对一个网站一定要满足应用支持语言的需求 如果应用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文字 或者要发布到使用不同语言和国家地区的地方 那你就要使用UNICAL字符机 那对于买CQ来说 那目前的就是UTF-8 是UNICAL的字符机 第二个 如果用选中的涉及到已有的数据库的导入 那就要充分考虑到数据库字符集 对于已有数据库的一些兼容性 假如已有数据库是GBK文字 如果选择GBR232文字做字符集 就很可能出现某些字符无法正确导入的问题 那还有一点 比如说如果数据库只需要支持一般的中文 数据量很大 性能要求也很高 那么应该选择双字符集 比如说GBK啊 那才相对于UTR8而言呢GBK要比较小 因为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而UTR8每个汉字是占三个字节 这样的话咱们用GBK呢 就可以减少这个磁盘的输入输出 减少数据库的缓存 以及网络传输的时间 从而呢就能够提高性能 所以这里要知道 简单看一下 GBK这种它是占两个字节 UTF8 一个汉字 占三个字节 所以 如果我们在指定 字符算长度的时候 如果你输入汉字 比如说名字 VX 我这指定12 如果字符集是UTR 是GB32的 它能输入六个字 六个汉字 六个汉字 如果你第一个名字 VX 也是12的 但是你是UTL8字符集的 那么我们就多少啊 看一下 四个汉字 因为你要考虑到 字符集是三个字节 还是两个字节的 我这指12指指的是字节 你看 如果两个汉字的话 你能指六个汉字 这个呢 三个字节能支持四个汉字 所以呢 存储空间形的来说的话 那么GBK 这种叫做GBK双字节的 两个字节 这个呢 UTF8 这是四个字节的 看一下 所以你要觉得一下 这里边我觉得选择UTL8会更好 因为GBK 还有什么UTF16啊 还有什么UCS2啊 这些CO的字符集呢 都是两个字节的 会造成很大不必要的一些开销 所以还是强烈推荐 是UTL8 另外如果数据库需要做大量的字符运算 比如说比较啊 排序等等 那选择定长字符集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定长字符集的处理速度呢 要比变长的 快 快一些 那这里边咱们UTL8呢 这里边它不是定长的 呃 GBK呢 是定长的字符集 双字节的吗 因为咱UTL8是一个字节到四个字节 而GBK呢 就是两个字 GBK呢 就是两个字节 所以UT8存汉子是三个字节 因为它存不同的符号 有可能是两个字节 也有可能是四个字节 所以呢 UTL8不是一个定长的 而GBK呢 是一个定长的一个结构 所以比如说你有大量的运算呢 比较啊 排序啊 那选择定长字符集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那还有一点 如果所有客户端程序 都是支持相同字符集的 应该优先选择该字符集 作为数据库的字符集 比如你客户端 现在当所有客户端 比如都支持UTL8 那你数据库也用UTL8 这样可以避免因字符集转换 带来的性能开销和数据的一些损失 比如你客户端不支持 嗯 UTL8 但是你服务器指数据库服务器支持 那你把数据库的数据读出来之后 你还得转码 转成GB232 然后再输入到客户端 所以呢 咱们也要针对客户端程序 支持的什么字符集 然后咱们进行选择 这咱们对 数据库 自负 对自负集的一些了解 因为你作为成员员 解决自负集问题 是你的一个能力 不然的话 你在系统上 不管做什么软件 都会出现像论号啊 方块啊 等等那些不是字的一些符号 那这样的话 呃 用户看的网站呢 或者你的软件界面就可能就看不懂了 那么看一下 买CQ支持什么样的字符集啊 咱们整理看一下 买CQ服务器可以支持多种字符集 在同一台服务器 同一个数据库 甚至同一个表的不同字段 都可以指定不同的字符集 你看啊 看买CQ 要记住 要记住 服务器 服务器 还有 数据库 数据表 还有 字段 这几个地方 服务器 数据库 数据表 字段 都可以指定不同的字符集 那相比 RQ等其他数据管理呢 在同一个数据库 只能使用相同字符集的 那买CQ的显等的 就是更灵活性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买CQ里边支持的字符集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用售 显示一下 X 呃 ACTR SET 你看一下 这是买CQ支持的所有字符集 你用这个命令 我刚才敲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他支持的所有字符集 你看这里边找一下 像阿斯克马支持吧 蓝丁一支持吧 对吧 然后 大物码支持吧 然后 再找一下 呃 GB232支持吧 GBK支持吧 然后 UCS2 支持吧 UTL8 这里边你记住啊 数据库中用的UTL8没有杠 你看呀 给的是UTLR杠8 但是我们用的是都是UTL8 这记一下 数据库中的 U 呃 UTF杠8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UTF8 没有中间那个杠 因为很多出约者呢 都是加杠了 所以字符集设置失败 一共36个字符集 你可以看到 使用对命令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默认的字符集和效对字符集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命令 比如说 比如说 DESC 看一下 Information Schema Information 然后 Schema Chars Chars ACTR 赛条记得有个S 看一下 你看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显示所有字符集和该字符集的默认的一个效率字符集 那我们 比如说 描述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样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买这个字符集 字符集中的像这个和效率字符集 嗯 这里没体现出来 也就是咱他有两个概念 不是内命的啊 买CQ中 买CQ的字符集 包括包括什么呢 两个 一个是字符集 就刚才看到那个36个 一个是效对字符集 两个概念 你不买效的 效对规则 字符集和效对规则 两个概念 字符集是用来定义 你看 这个字符集 是用来 这个字符集是用来定义这个 买CQ 买CQ 嗯 嗯 呃 存储字符的方式 我们存储字符串 就得设置字符集存储方式 而效对字符集呢 则是怎么的 对规则 是定义了 怎么说呢 应该叫 比较 字符串的 方式 是这样的 字符集和效对符字符集呢 是一对 嗯 是一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买CQ 他支持字符集 比如刚才看到是36个 36个 那么 因为是一对多的关系 一个字符集可能可能对应多个效对字符集 是一对 多的 关系 所以呢 一个 字符集 可以 对应 多个 效对规则 所以呢 这个效对规则呢 咱们系统里边大概有字符集有30多个 我记得效对规则有70多个 大概这样 二倍以上吗 也就是每个字符集至少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效对规则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使用 瘦 C O L A T L 的规则 就效对规则 like 比如说随便查吧 嗯 没查出来 比如说这样 错了 gbk 外号 刚才写错了 你看呀 你就能看到 gbk这个字符集对应的效率规则有gbk拆逆子ci g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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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下 utl8 utf 那加百分号 你看一下 utl8对应的效对规则 因为它是多字节有多关押用的字符集 所以它效对规则要很多 那么来看一下这名称中间有什么呢 这个效对规则前面是效对规则后边是字符集 字符集对应的你看同一个字符集对应多个这个效对 效对规则吗 效对规则命名呢 它是以以其相关的字符集名开始 比如说utl8那些都是utl8名开始 你看通常包括一个语言名称 比如说utl8我们找中国的你就得找拆逆子 这里没出来 有内口的啊 你就找吧 通常是一个国家名 比如说刚才咱们看到那个gbk这个你看gbk通常是一个国家名 然后呢并且呢以杠ci结尾那以杠ci结尾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比较的时候它是大小写不敏感的也就不区别大小写的 如果以杠啊上面有没有看一下 这样没有 如果以杠是cs这不cm是不大学写不敏感 如果以下方线cs结尾的那就是大学写敏感的 如果以并结尾的那就是二元的也就是比较是基于字符编码的值 而不是跟语言无关了就二进制的比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它有三种后对名以ci结尾的以呃 并结尾的以cs结尾的那开头呢是什么是这个字符级本身 然后中间可以加一个呃语言国家的名字 比如说咱们这个gbk这个效率规则 那其中呢这个就是呃gbk对应这两种字符级 默认的效率规则啊 那以这个呢是大小写不区分的去比较 而这个呢gbkbin是按照编码的值进行比较 是大小写敏感的 bin就是按二进制的嘛 该怎么写就是怎么写的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呃你就可以试一下 这里边当然咱们在创进表创进库的时候 咱们先指定一下 呃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指定一下了解一下就行 直到什么是字符级 什么是效率规则 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的指定两个 看一下 服务器字符级和效率字符级 那比如说我们打开买色个配置文件 买色个配置文件在买色个加目录下是这个 你看一下 在买色个启动的时候会自动加载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就找一下这里边的呃 字符级的设置 这是整个库都设置的一些字符级 比如说缺省的设置 我这也就是有条吧 看一下缺省的设置就是有条吧 可以看到这个 还有啊 或者我们在启动的时候指定数据库都可以啊 其实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你要在内下安装编译的时候 也可以指定这个字符级 现在是库级确诚的这个 如果没有特定的指定啊 服务器的字符级 那默认的就是蓝金一 我这个是在安装的时候我就指定了 实际上它是优条吧 最字符级 你看一下我这默认的缺省的 我可以用斜杆s状态看一下 服务器字符级 优条吧 看这个 没有指定 你要都不指定的话 你就装数据库 如果在安装选项的时候 你要不准字符级 默认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蓝金一 那个西游字符级 那咱们现在这只看到这个字符级 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看到这个 效率规则 那这样呢 就是使这个字符级 使用默认的效率规则 如果要使用字符级的 非默认的效率规则呢 就需要 在指定字符级的同时 指定效率规则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呃 一些效率规则啊 看配置文件中 哪个指定的效率规则 比如说 显示所有配置文件中的变量 like 比如说 chr chr actr set server 看服务器的 效率规则什么 你看 utl8 默认的使用 啊 这是utl8 默认的伺服器 以前的看到是utl8 那看一下 现在我这是看服务器中 因为查服务器的变量吗 这个属性设置 你看一下 这服务器是这个 那我再看一下效率规则 受vr iab l es like curatl sever 你看一下啊 效率规则是utl8 这个的ci 刚刚还有ci是大小写不区分的那种比较的方式 看一下 那数据库的自负集和效率自负集呢 在创建库的时候可以指定 也可以在创建完数据库 通过更改数据库命令 然后进行修改 都是可以的 比如创建库的时候 你去指定 确认自负集什么 然后呢 你要没指定 指定错了的话 你可以用更改数据库的方式进行修改 但要注意的时候 如果创建库的时候 如果创建数据库里边 已经存在了这个数据 因为修改自负集 并不能将已有的数据按照新的自负集进行存放 所以不能通过修改数据库的自负集 直接修改数据的内容 这样这个规则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该怎么创建库的时候 或者创建表的时候 创建字段的时候 指定这些自负集和效率自负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服务器的自负集 大家都知道了 看到这个是服务器的自负集 那我创建库的时候 比如CREAT创建 DTABSE创建数据库 比如说起个库名叫做 呃细说demo 这个我后边就可以加上 加什么 比如说DEFAURT 缺省的 X 呃 ACTR SET 比如说GBK 默认是UTL8 咱看到库上我指定 GBK 然后CORRAT 效案自负集 比如说GBK 开头的 Chinese CHINESE 然后下回信 CI 就是不全面大号写的 只能对自负集 你看一下 创建成了 那我USE进入这个库 C说demo 斜杆S 你看一下 我就知道 服务器的自负集还是UTL8 我只在创建库的时候 库的自负集 只能了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如果不指定库集的CREATE 创建DATBSE 细说PSP 呃细说demo1 你看我不指定 那我再看一下 进入这个 细说demo1 斜杆S 你看不指定就用的默认的这个 你看细说demo1吗 是这样 当然我可以更改库的形式去 呃 改变这些自负集 那创建表的时候 创建表的时候 如果你不指定自负集 默认就用这个库的 那创建表的时候 我也可以指定自负集 怎么指定呢 你看一下 CREATE 创建TBRE表 TE ID INT 跟刚才指定库是一样的 比如说 创建表 我们可以指定类型吗 比如说INODB 这种表类型 可以这么指定吗 然后 你看我空间 我假如指定创建这个 呃 表的时候 我还可以怎么呢 后面加上 DE F A URT Default 缺省的 X 字符集设置 比如说是 呃 GBK 然后 效率规则 就是这个字符集 在比较字符串的时候 用的什么字符集的规则 比如说是 GBK 效性 呃 CHINESE CHINESE C 呃 C 你看也可以 所以呢 创建库的时候 可以创建字符集 创建表的时候 也可以创建字符集 是这样的 当然除了创建库 创建表 服务器只有改配这文件了 除了创建库 创建表的话 你看库集 表集 每个字段 咱们在写字段的时候 也可以加上缺程的字符集 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必要 其实呢 你就按别的数据库那种设施方形 比如说服务器的字符集 创建库的时候字符集 然后让表和字段都用服务器和数据库默认 上面创建好的字符集就可以了 所以呢 比如说服务器人指定好字符集和校院 和校校对规则 字符集 指定完之后 你创建库也好 创建表也好 创建字符也好 都用库这个默认的 你再提高一个级别 如果在库的键呢 这两个都要默认就可以了 不用说每一个我都指定字符集 那多麻烦呢 所以服务器要指定好了 其他的字符集就不用考虑了 就可以了 也就是买CQ可以定义列级别的字符集和校对字符集 或者是表级别的库级别的服务器级别都可以 单只只是库级别的 其实我们还有设置连接字符集和这个校对规则 也就是当前面设置的方式呢 都是确定啊 确定这个数据保存的时候所用的字符集和这个校对规则 那对于实际的应用访问来说 还存在客户端服务器之间这种相互的字符集和校对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对于客户端服务器的交互的操作 那买CQ呢 其实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个是假如说在 呃 客户端与服务器交互的时候 与服务器交互的时候 前边的是你设置完不管是库级表级 你设置完字符集就存储用什么字符集 当你把那个读出来 发到客户端这种叫交互的时候 那你用什么字符集呢 那交互的时候我们可以指定三种 比如说CHARACTR SET CLIENT 客户端的字符集 可以设置这个参数 CHARACTR SET CONNECTLN 连接的时候字符集 还有这个CHARACTR SET 比如说结果集 字符集 那分别代表了客户端的字符集 连接的时候的字符集 和返回的结果 使用什么字符集 这三种 那通常情况下呢 这三个字符集应该是相同的 才能确保用户写入数据可以正确的读出 特别是对于中文字符 那不同的写入字符集呢 和返回的结果的字符集呢 都将导致写入记录的不能正确的读取 所以呢 咱们在程序中也好 或者什么 我们要经常使用这个客户端与服务器 服务器比如存的是UT18了 那我就在客户端怎么呢 客户端设置也UT18的连接的时候也用UT18的 反应结果集也是用UT18的 我客户端发送还是UT18的 我只要能保证这些字符集完全统一 那么我就能确保我页面上不会出现问号和中号的问题 那通常情况下 不管是不单设置这三个 我还可以使用set names 后边加上字符集 这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方式 就那个来设置连接的字符集和消毒规则 那这个命令呢 可以同时修改 上面三个参数的值 你用这一个可以修改上面同时三个的值都可以 同时修改以上三个的值 所以用这一个就可以把以上三个的值改变 那通常呢 我最愿使用的就是使用这个方法来修改和连接字符集的消毒规则 那需要呢 拥用每次连接数据扣都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在服务区端呢 指定了缺省字字符集之后呢 那么得启动后才能用 所以呢 连接默认的 字符集 那我们就 如果使用sign name呢 就不用说重新启动服务了 我们来做一下实验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库的字符集 是服务器是utl8 酷是这个 扣端和连接字符集 当然这里面显示result结果字符集 你看这两个还是utl8 但是我用sign names gbk 设置一下 我再写杖s 你看一下 下面这两个值数都被改变了 gbk 现在我连接存熟的时候都是用gbk了 但服务器存在是utl8 其实这样显示不好 你用全用utl8就行了 sign names utf8 不要加g 你看一下就可以改变了 用sign name 就可以改变上面这几个客户端的连接的 结果器的字符集 sign name字符集就可以修改了 当然了 我们除了 这个字符集 我们可以改库的字符集 比如说ltr更改 这库的集目人是utl8吗 更改dtbse更改库 然后 xactr set 比如说gbk 更改库 斜杆s 你看一下 库的集就变了 gbk了 那么连接的时候 假如说也变 gbk 那你这个服务器呢 你就得改配重件了 然后重启 它就能变了 对吧 这是更改库 那假如说表字符集 我想改呢 也是一样的 更改 tble更改表 然后加个表名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 刚才有te的表吧 假设有这个表 然后 x acctr set 设置 比如说utf8 也可以改变 通过这并能可以更新库 或者更新表 这个字符集进行改变 前面设置 设置完之后 你可以改变这个字符集 当然我们假如说 我们想备份一个数据库 假如说想备份 把库备份出去 按一个 呃 你看 show tbles 我想把这个 库备份一下 这里边有个表 那怎么备份呢 比如说 我在命的行 退出 现在命的行这话 你看一下 呃 其实我 在这个吧 用 不用到命了 错了 你看到这话 我这话 使用 my circle dump -u 呃 -u root 到命了行吧 最命了一个最命了行之行 你看一下啊 my circle dump -u root 用用户-p 指定密码 然后 -d e f ult 缺省的 x act x actr 杠 set 等于 比如说 gbk 那我导出的时候 按gbk 然后杠 d 指定这个库名 比如说 这个库名叫做 刚才来看 这个库名叫什么呢 叫 细说 demo 一 转成 你看一下 转到 c盘 下边的 apps 1 2 V 下边的 3w 下边的 细说 prp 下边的 啊 假设就叫做 cr eat 创建 tab 表点 circule 123456 好 没写错 那么我来看一下 c盘 3w 目录下 细说 prp 下边 你看 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文件 这文件就按gbk的字符机导出来的 这是一个创建表语句 这就相当于我们把一个项目做完之后用它导出来 你看 啊 这是酷的集的utl8原有的创建是utl8 然后我们再可以把这表在这是备份的一种方式可以再导回去 也就是手工修改这个表里边字符机就可以了导出来之后然后再导进去就行了 导进去很容易直接就像 比如说在面堂 mycq -u root -p 然后导入的哪个库呢 细说 demo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点cq文件一下就就可以把它导进去了 跟刚才那个作用是一样的 好 字符集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 目的呢就是让你了解mycq支持哪些字符集各种字符集什么之间区别 然后哪种字符集用起来比较好 对吧 怎么改服务器的字符集怎么改表字符集怎么改数据库的字符集怎么改连接客户端的字符集 就这么多 总之能想办法让你呃 客户端上网页中不出现问号为主 你别管客户端现在存储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在这块有可能说我现在往里插入汉字又看到是乱码了 或者没进去啊 你不用管你看到的什么东西 只要网页看到了正常就可以 因为这是客户端的原因 不是说你服务器存储的一个呃原因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呃修改表 创建表呢咱们已经结束了 但是创建表的有你不满意的地方 当然你在项目开发阶段如果创建表不满意的地方呢 你还好吧 你可以重新改一下思考语制就可以了 但假如说你项目运行了很长时间一段结构的话 你不能说把表删了再建一个 这样的数据有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在运行的项目中呢 你就有可能说 嗯就可以修有可能修改这个表的结构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呢 当发现某个表的结构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语句去修改表 什么语句 A L T E R 更改表这个语句 就可以了 使用它 更改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我们看一下帮助 你看一下问号 帮助 A L T E R 修改表 你看这个语法 还是很多 可以添加什么什么字段 添加什么什么东西 更改表的选项 更改 表 然后表明 然后添加什么 改变什么 删除什么 也就是创建一个表 这个表创建完了 你觉得哪不满意 你就可以后期改 没有改不了的地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改 你就记住这点就行了 比如说 呃 我现在 看一下这里边 呃 手 TBLE S 看一下这里边 哦 先进入这个 呃 细说 Demo1 这里边我记得 手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个T 这个表 T 这个很简单 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表就一个ID 什么都没有呢 那比如给他加几个字段 怎么加呢 LTR 更改表 T 你看后边是动作 ADD 添加 比如说添加一个名字字段 光添加字段不行啊 你还得加什么 加类型啊 比如说 呃 30个 加类型 我还可以加属性啊 闹得空 那你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表结构 是不是就多那个 对吧 然后非空 那我还可以加一个 比如说就直接写吧 更改表 T ADD 添加一个年龄字段 INT 那假如说 我让他无符号的 UNSI GNED NOT 非空 缺省值 DE FA ULT 缺省值是零 你看一下 也可以啊 确认值是零 添加 那我都往后添加 假如说 我想在名字后边加个性别呢 名字后边加上一个性别 那怎么加呢 我想按我指定顺利 我现在加每个都在新的后边加呀 默认的 你看啊 更改表 T添加一个性别 你看 VX 比如说是十个字段 NOT 非空的 你看我可以 AFTR 在 NAME之后 加个AFTER 什么字段 你看 就在名字之后加了 所以我想在什么什么字段之后 我可以在任何下边插入一个字段 那有的说了 问了 我怎么在第一个上面加呀 你看一下 我给你加一个身高 T一里边 ADD 添加一个HAI 身高 DUOBLE Double类型的 其他我就不写了 你看 First 再看一下 就在第一个上面加个身高了 所以呢 你在任何之后之后 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字段加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了 什么类型的 属性啊 什么都可以通通加上 看到了 那加完之后 你觉得不好 我对现有的我不想加了 我想改 比如说这个姓名 性别这个 我觉得微差 不好 我想改成差 对吧 或者呢 我想改一下什么 这个 呃名字 我想改成username 不想用这个名字了 那怎么改呢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用这个问号 show 啊 altr更改 tble 看一下更改表这条语句 我们改变这里边有个 称值 有个modify 都是改变 那这俩什么区别 那这俩什么区别 你看啊 趁之后 modify dsc 看一下t这个表 我们先改什么 把性别 我先把类型改掉 你看啊 我用altr更改表te 呃 嗯 更改表提 然后 使用modify 更改一个词 更改什么呢 比如说 将性别自盾的 vrchr 或者直接 给这个啊 比如说 改成 差 性别改成差 三个 看可不可以 好 dsc 你看就可以了 t 改成差了 更改 modify 性别 差 就变过来了 原来是vx 那假如这个名字 用户名我改成username 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用这个modify modify是适合于改类型 而如果连这个字段名都想改的话 你得用称值 更改 t 表 te 然后chang 将 内幕的 vrchr 这个字类型的 改成 比如说 user 得加两个字段 将内幕改成username 然后 还是为差30个类型的 你看 username 所以这会儿需要 趁着需要两个字段名 原字段名 改成什么字段名 这是这样 原什么字段名 改成什么字段名 加两个字段 所以要趁着和和modify不同在哪呢 趁着这个列中出现两次 原因是他除了更改类型之外 还能更改列名 而modify呢 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只能更改列的类型 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说你想改什么都可以 比如改缺乘值啊 改属性改属性都可以 你只要去参考一下 这个更改表的预法就可以了 总之这里边你记住 整个这个表的没有哪一部分不能改的 不能加的 不能删的都可以 那比如说连表名本身都可以改 那怎么改呢 比如altr更改 tibre table 比如说旧表名是te 我给他作为一个新表名 叫做users 嗯 更改表 te写错了 至少个rename 重新命名users 你看现在受tabres 没有te了 生users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desc 看一下usus结构 你看还是这个结构 所以表名本身都可以改 没有改不了的东西 当然了 咱们可以创建表 可以改表 也可以删表 也可以删表 表资料结构 我这里边 可以试一下啊 更改ltr altr更新 更改表 呃 users drop 删除 比如说ag 你看ag就没有了 当然把整个表删除也是容易 到前面介入个预计法 tabre表users 你可以加上可选的 如果esists 如果存在我就删除 现在show tabres 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 针对表管理的所有语法 一共讲了这几部分 大概咱们用了三节课世界 为什么这么详细的介绍表 你要想象一下 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如果数据库的其他管理 其实有可能由dba来管 就专门管数据库的管理员 但是数据管理员 不知道你项目使用的是什么表结构 表和表的关系是什么 他只负责 你把这个表结构告他之后的创建 或者你给他四颗语句 他去执行 而这个工作就交给成员来做 成员一定要对建表的每一个语句都要非常清楚 这样才能为你的项目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表结构 所以创建表结构咱们就分了这么几部分 这三节课 比如说 创建表的预法 然后数据值和这个列类型 然后数据字段的属性 还有锁引 以及表类型和存储位置 也就表的存储引擎 还有字符集 以及表的修改 那整个的三领课呢 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完成一个对你项目的一个合理表的一个创建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表创建的部分 我们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